我們長期以來對民進黨真誠的支持 他們賣水果到中國的市場 其實也是在賣台灣人的驕傲 但是為什麼要回來 變成是一個叫做征服選的帽子 套在他們的頭上 我想這個對他們長期以來 對民進黨的支持 是一個非常重大莫須有的指控 不是五套劇本 只有一套劇本 這套劇本就叫做請忠賣台 我一直認為對於這些弱勢者 扣與這種所謂政治分界線的帽子 是非常不道德的 你要看這些底層的農民朋友們 他們只不過在這個政治的亂世 經濟的亂世中求個生存而已 不能再像過去民進黨 你左手賣水果 右手丟雞蛋 這樣是不對的 只要是把台灣的好賣出去 我們倒過來就不會被收買 我倒是要提醒新潮流系 洪其昌在陳建總統執政的時代 透過危機解密揭露我的訊息是 他是不是透過特定的組織 在跟中國進行互動 我從來不會扣洪其昌 洪醫師說你這請中賣台 我鼓勵你去了解 我希望說透明一點就好 台灣誰能賣 馬英九有本事賣嗎 蔡英文有本事賣嗎 宋神長有本事賣嗎 要不要賣我們2300萬人一起決定 到底這個價錢是多少 如果在漫天的丟這種賣帽子的 這個什麼請中賣台帽子 我只能做這樣解釋 不管恐共症也好投共症也好 它有個共同的病理的源頭 就叫做既自卑又自大 我希望台灣的所有有意義的政黨 都排除在主權的自卑跟自大的政候群 給台灣人一個共同的健康的主權心態 我們面對中國該挑戰就挑戰 該合作就合作 但是對內不要再搞這種東西 今天蔡嘉珍寫這個概念 先賣藥然後大家感覺我們都盛虧了 先叫有人請裝賣台 所以大家感覺我是不是油漬賣了 我是不是真的我去請裝賣台 不要這樣子散布莫須有的 那種罪惡的空襲在那邊 等著不小心的人坐進去 我覺得把這個拿出來 對 民進黨是有幫助的 我可以回應一下嗎 待會我們大家都有機會 因為他講了很多的點 家綺 對不起 待會旁邊還有好幾位 這個回文都沒講到 重點是剛剛提到 這台灣很多基層的 只是探討而已 我們在兩三個禮拜 坐著那個雪假 看著當地的漁民 他說我管你賣給美國 賣給中國大陸 我是巴巴水災受著嚴重的影響 我欠了一大堆錢 我要怎麼來信我 然後如果今天你說我這樣子 搞一下就變成 這個都是要幫對岸 因為我做了政治器 做我收了對岸的採購 我已經變成這樣子 當地的民眾清楚明白的 告訴所有社會大眾 不會改變的 但是也不要這樣子 六成五還是支持民進黨 沒錯 但是可是這個探家如果都 這個是很悲哀的事情 因為民進黨今天 直接了當地 加採購征服選 而且引用的這個例子 就是雪假的很多鄉親 所以那這樣子搞到最後 雪假鄉親 都馬上被很多周邊的人說 你拿到 你拿到 不會三百貨就表示 不會三百貨 出賣台灣 這樣不好了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民進黨要去回應這個議題 基本上APEC在夏威夷已經 已經落幕了結束了 代表陸續都回來了 那談一個什麼TPP 也不是媒體的重點 為什麼要去突然去掰 這什麼五套劇本什麼 我唯一的研判 就是民進黨覺得民調領先了 要拉回來一點 故意拿石頭 對啊 就是剛才崇文議員 挑戰的嘛 民進黨 這個議題 蔡英文會得分嗎 蔡英文這樣扣帽子會得分嗎 我認為不會 但是韜哥 我是歡迎民進黨 回到這個議題來的 為什麼這樣講 蔡英文是這麼說 他說 中國干預台灣大選 本來就不是第一次 的確 96年有這個飛彈 2000年又有這些 很奇怪的談話 干預台灣大選不是第一次 現在問題不是干預大選 而是干預內政 怎麼是干預大選呢 韜哥你一再講施木瑜 只有施木瑜是棄作 那其他的呢 那多了 全部都是 不是 我舉個例子 邱文從高雄來最清楚 高雄9月是怎麼被退房的 怎麼被退 退房大概都 你為什麼退房 你不是定了嗎 定了怎麼可以退呢 為什麼不能退 我說退就退啊 定進被你沒收一沒收 我就不要了 我就退房了 退房後大家哀哀叫 怎麼會沒有影響呢 我沒有資格參加施木瑜的討論 可是我非常懷疑那個民調 為什麼 我說都不會有改變 那中國就這樣 買中的就對了 很好吃 很愛吃 我是不這麼認為 如果說干預大選 不是第一次的話 請問蔡英文主席 如何面對中國干預內政 我非常同意剛剛邱委員講的 我要呼應邱委員講就是說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長 陶哥你講施木瑜在哪裡 在雪甲 台南 賴清德的官司 叫做賴清德去處理一下 你有辦法處理嗎 民進黨的 反過來 我現在不是講民進黨執政 我說民進黨現在在野 民進黨有沒有辦法處理 有 他很多縣市長 叫曹啟榮 蘇智芬都不要去了 這樣做不到嗎 我認為蔡英文做得到 蔡英文可以做 我比較擔心蔡英文如果當選的話 這些東西是不是真的停了 那如果蔡英文當選的話 請中國的採購團 各省的採購團 通通不要來了 這個採購包括很多 包括這個陸客 什麼包括自由行 包括這個很多的大型小型的 包括契作 都是 那麼都算是這個一個征服選了 另外一個這個動員 特定的台商組織幹部成為莊角 動員台商回台投票 所以這個是五套劇本的 這個二三點其實講的都是一個 這民黨不是隨便空口這樣說 就是空口白話 但是藉由國台辦與台商 平日互動的關係 讓中國各地台商組織的幹部 展開動員 成立馬屋競選後援會 並且舉辦造勢大會 另外一點呢 這個五套劇本之三 動員台商回台投票 所以中國台氣連不只協調台商 能給台籍員工工價 以提前返台投票 也協調航空公司提高 提供專屬的這個優惠的機票 所以只要從大陸 我們上面要百萬的這個台商 在未來下個月回到台灣來 要投票的話 那麼基本上都是這個五套劇本的 其中之一 我先說一下 這兩家清小姐 這些事情難道不是事實嗎 我很希望齁 其實我很希望這五套劇本 中國都能夠真的照演 而且呢 不是只有在投票時候提供 平常也可以提供專屬的優惠機票 鼓勵我們台商 這些員工有機會回台 休假跟消費 這樣才能讓台灣的這個服務業 跟經濟再度起來 那剛剛提到說 中國明明連法輪功都不允許的地方 居然可以到中國組什麼 後援會 還可以在一些這個公開的場合裡面 這個蔣炳坤 從台積會董事長突然又變成國民黨的 這個副主席去那裡幫忙 組成後援會 哇這個真的是我寡目相看 對中國 那我特別要回應剛剛這個 這個家文 文家 文家兄所說的 他說 讓大家在政治亂世跟經濟亂世求生 這句話講的真是太好了 我也是這麼認為 為什麼馬總統執政三年多快四年了 我們還在政治亂世 還在經濟亂世 我們的農民還要這麼辛苦 只能拿到三百一十六塊的 津貼家籍 這麼可憐 斤斤計較 然後我們對某些人呢 公保所得替代率可以Double兩倍上去 我們要講求公平要制度化不是嗎 這不是馬總統一向在說的嗎 我就用做同樣的標準來做一個要求就好 最後我再回應一點 民進黨恐共嗎 過去到現在指控民進黨說他是台獨 接下來就說他是中共的同路人 一向都是國民黨在指控啊 今天你居然說我們恐共啊 投共啊 我覺得這個精細之何細 我對這些說法我都不以為然 我講實在話我都不以為然 所以我覺得 不要說你去扣別人帽子 或別人扣你帽子 我剛剛已經說了 這一次的選舉 這些通通是負面的東西 都不是我們所要的東西 但是剛剛講的這五套劇本 有沒有真的發生 有沒有真的存在 這才是關鍵所在 我希望他都是真的 那個恐共跟投政我沒有說是民進黨 我希望台灣社會面對主權的壓迫 我們不要極端的恐共 也不要極端的投共 誰對號入座 您自己對號入座 我倒想聽一聽 到底新潮流跟中國建立的那個溝通管道 對台灣的主權是不是有正面的幫助 我沒有任何帽子 有正面幫助我可以肯定 如果沒有的話 希望你們繼續利用這個管道 要強化台灣跟中國的正面的相互理解 假采購政府選是這樣的這種情況 所有跟這個中國來自於 無論是從經貿上的這個問題 從陸客 你現在在周邊任何一個攤販 跟陸客買過這個買過你的水果 恐怕都是搞這個選舉活動的 那麼再接下來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台商 那麼台商所有回來的恐怕都視同 有特別性的這種任務 所有這個台商 台商一定是支持馬英九的 台商支持蔡英文的 支持宋楚瑜的 那都變成打成一個 所以這個完全不是一個說一個抹黑 但是今天丟出來的這個五套的劇本 不是一個抹黑的這種東西 證據又在哪裡 台商啊 台商在有支持馬英九的 有支持宋楚瑜的 也有支持蔡英文的 甚至還有台商認為說誰也可以衰選的 都有啊 台商各 各種的台商 他們支持的對象各有不同啊 但是為什麼很多的台商對民進黨非常不以為難 幾個原因嘛 第一個沒有爆破嘛 你說正面選舉吧 你能夠提出什麼正面選舉 我真的覺得好笑 鎖國誰搞成了 民進黨啊 把台灣經濟搞成競爭力衰退了 誰搞摔了 民進黨啊 到現在為止對兩岸關係 提不出一套具體的辦法的是誰 也是民進黨啊 提不出任何正面的東西 而只會丟帽子 紅帽子 只會抹黑 專搞泥巴 專搞負面選舉 不就民進黨嗎 所以台商台幹為什麼討厭民進黨 為什麼鄙視民進黨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嘛 人家不是沒受過教育 人家在商場裡面 在中橫商場 他可以分辨是非黑白啊 他覺得民進黨是一個 根本沒有實證能力的政黨 所以他們鄙視民進黨嘛 所以他們不願意支持民進黨嘛 你刀過為陰嘛 接著我要說 我是南部來的 我覺得民進黨非常的殘忍 農業在台灣 台灣是個小農 台灣是個小農體制 小農體制成本偏高 而台灣市場的未納量又很小 所以你一定要外銷啊 你那有外面的人來採購啊 好不容易 台灣的農產品銷到別的國家 因為成本太高了 沒有辦法競爭 好不容易在中國大陸有這個市場 面臨到台灣來採購 一定要被民進黨扣帽子 哎呀說這個叫做假採購 採購就採購啊 還有真假可言嗎 只要台灣人賺到錢 就對台灣人是好的嘛 你還有什麼叫真採購假採購呢 還有什麼叫採購備有的政治動機呢 最終要讓台灣人生活得好一點 連難道這一點卑微的 台灣人農民最卑微的一個要求 都要被民進黨剝奪嗎 童哥你是講求事實的啦 有沒有優惠的機票 是一半的價錢呢 是台商自己去喬的 還是中國官方有出面 有沒有 票價都開出來了啊 這是平常票價的一半啊 為什麼 為什麼剛剛學家講 為什麼平常沒有優惠 只有投票錢有優惠 我剛剛不是講退房嗎 陶哥 旅館訂房可以退 那契作 我譬如說跟你買到2015年 我2016年不買了可不可以 怎麼會把採購這事情講成這樣子呢 我再講一遍 旅館訂房都可以退 還有什麼不能退的 所以我們稍後再回來 跟觀眾朋友自己來這個判斷 EGFA所有跟中國 任何有管道聯繫的 經貿的 有交易的 全部 只要碰到我們這個大選 全部都是有問題的 那麼這個是民進黨今天正式推出來 五套這個 顛覆台灣大選的腳本 馬英九你就是 賣台勾結對岸的狀況 我們稍後回來再繼續觀察 除了說這個政治器做 或者是台商回來這個投票 還有一個重點是 只要是馬英九的對手 全部都把經脈給砍斷了 所以不只是宋楚瑜先生 蔡英文主席 所以這話說回來是重點在哪裡 台灣已經全部淪陷了現在 稍後回來